问一下 您孩子跟谁了 跟我 男孩女孩 女孩 跟他关系怎么样 特别好 他特别信他的 他们俩的关系特别好 那你怎么看就是 结了婚之后他对你不好 对你女儿好呢 小孩子他不懂嘛 二十岁了 二十岁也不懂啊 有时候他也觉得他妈有点 蛮不讲理嘛 我问一下啊 让你最无法容忍的是 他现在跟一个女歌手搞暧昧 被你发现了 是吧 还动手了 他还动了手 对 所以你现在要跟他离婚是吧 是真要离还是说说 真要离 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呢 我要 你离就离了吗 到这儿来干嘛 我不想离嘛 一直也不同意 这段感情 或者说这段婚姻应该怎么走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 称呼亲爱的和宝贝这一类的称呼呢 就是对女方 在微信上 微信里面就是所有您的女同事 女性的朋友 您都叫亲爱的 叫宝贝是吗 基本上 有时候亲爱的 亲叫的多一些 这个也没准 也不是跟他有啥关系 就心之以来就是宝贝好的OK 那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你怎么称呼他呢 但也许我们年少许 也是亲什么的吧 所以您觉得这个称呼 对于你来说 在 划分这个人 跟你什么关系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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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